2017年 阳明山仰德大道上发生了水泥车暴冲 造成重大死伤 警调单位扩大追查发现 原来是因为工程行用合格车顶替验车 还用选手车驾帽检验 三年下来 掩护了51台非法车辆违规开车上路 地坚署现在决定要拍卖工程行所停放在嘉义的其中两辆代验车辆 今天早上10点半在嘉义举行拍卖会 而最后两部混凝土蹦谱车以一部三万元德标 但是德标民众也说这车子已经不能开了 只能够拆卖零件 举牌出价 两部混凝土蹦谱车最后总共以六万元的价格顺利买出 拍卖会在18号上午10点半举行 一大早就已经有30多位民众来到现场围在一旁仔细检查评估是否投标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嘉义分署受到士林地方检查署嘱托 拍卖两部混凝土蹦谱车 因为2017年阳明山仰德大道水泥车暴冲造成四死八伤惨剧 检调单位扩大追查后发现原来是工程行涉嫌透过黄牛向代检厂行贿 不只篡改车辆重量还用选手车假冒检验 三年内掩护51台非法车辆上路 检方以贪污至罪条例的收贿重罪起诉 士林地检署决定拍卖其中停放在嘉义的两辆选手车 尽量大家提高这个价格 然后我们在询问士林地检署之后 决定是不是让他能够得标 让不合格车辆上路间接导致重大车祸 如今将违法代言车拍卖 不只增加国库收入 得标民众拆卖零件能小赚一笔 也让不法业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记者蔡城武在一报道